而現在防疫旅館成為了疫情的破口 根據調查 將近有四分之一的旅館是出現的缺失 其中硬體設備沒有辦法因應隔離檢疫的需求 再加上了防疫疲勞為主要原因 更多的內容 我們要連線國會大現場的記者李佩玄 國會大現場 我們今天請到賴市保安 聊什麼議題 聊到最近其實我們發現 疫情又出現了一些好像種種的破口 尤其包含的是防疫旅館 大家不斷在討論 不過很多的民眾聽到現在 覺得防疫旅館已經這麼久了 早就該到位了 為什麼到現在還是破洞百出 聽說硬體也沒搞好 而軟體之間這些防疫旅館的人員 好像也螺絲鬆滿地毛的人 沒有錯 防疫旅館現在變成一個病毒 進入本土社區的一個很大的破口 這個破口其實就是一句話就講完了 管理的問題 從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他到底有沒有真正的落實去監督 到地方政府對於這些旅館 你們真正的按照SOP來做好檢查 現在看起來的話是沒有的 因為結果已經看出來了 一家一家爆出來 群聚感染 這是多麼嚴重的事情 那我們來看的話 是大家會想說 這是不是因為中央空調的關係 因為中央空調空氣就到處跑 所以你當有一個人在隔離的時候 他已經陽性的話 他的病毒會流到其他的房間 但是我們看到也是有出事情的防疫旅館 是一間一間的 他的空調一間一間 這就不是中央空調的問題而已 所以不能只怪中央空調的問題 可能你還要去講說 那整個要求有沒有到位 比如說 比如說現在我在防疫旅館裡面去隔離 然後送餐的人是只能送到門口 他不能夠進來有接觸 我們的人確實不能夠出去 這個有沒有落實 這個我都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否則的話 你怎麼會病毒這樣子亂跑呢 是不是 照理講的話 應該要非常非常嚴格 來執行這樣的事情 只要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環節都做到的話 防疫旅館相對是安全的嘛 結果現在來講 變成防疫旅館這麼大的破口 那七加七就沒什麼大大意義了 對不對 你不如就回家去裡面 回家去好好去管 那你現在防疫旅館也做不好 那怎麼樣 那是不是要蓋一個集中檢疫的中心 蓋一個大的一個類似軍民這樣子 好好的這個把集中政府才來管 現在來說的話 我認為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他也沒有規範的好 地方政府也有些沒有配額的好 我今天看到一個標題很聳動 就是說有這個民眾反映說 他在住過這種確診者的這個房間裡面 沒有落實完整的傾銷 就他在入住 也因此我們現在看到 為什麼我們剛剛講螺絲鬆滿地 是不是因為上行下效 尤其我們的這個指揮官陳時中 當然在之前他要去墾丁宣傳 那是後疫情時代 他認為是這樣OK的 可是現在其實包含的是 北市的防疫旅館很多破洞 就他還是可以在元旦去領唱 這當然是兩件事情 不過他的態度會不會也左右下面的人 好像也變得越來越鬆 沒有錯 跟陳時中的態度很有關係 當全國在去年的5月份 疫情大爆發的時候 大家多麼的緊張 多麼的嚴格遵守疫情指揮中心 所規定的任何的細節 就是說一定要安全距離 一定要戴口罩等等 可是你後來看到 原來最高的指揮官 他居然可以再拖照唱歌 而且那時候人的距離 也沒有安全距離 這種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的心情 大家心情當然是鬆懈了 指揮官都可以這樣子 我為什麼不可以 大家就會心存僥倖的心理 這多多少少也會造成後來 防疫旅館SOP掉滿 那個螺絲掉滿地的 一個主要的原因之一 你當然不能夠全部怪罪給陳時中 可是他的態度非常重要 現在看起來的話 他又領倉國歌 看起來就是他要選舉 所以他的一切考量 可能就有選舉考量了 就不是在這裡的 他的心可能已經不放在這裡了 我是建議蘇貞昌 是不是趁著過年的時候 蔡英文你的老闆 蔡英文總統沒有換你 你是不是底下的內閣調整一下 那些螺絲掉滿地的 可以換一換吧 陳時中想選舉 給他認真去選舉吧 不要站在那個地方 站在那個地方的話 我真的很擔心 這個Data跟Omicron 可能一直進來 那現在來看的話 外移的也進來了 本土的Poco也產生了 防疫旅館出現這麼多問題 看起來蠢蠢欲動 大家真的非常的憂心 非常感謝委員寶貴時間 謝謝委員 謝謝謝謝 還是要特別提醒我們的行政官員 這病毒 絕對是跑得比選票還要更快的 尤其年底的選舉 不該影響到我們對於疫情的控制 尤其在去年本土疫情爆發之後 我們學到了教訓 也希望在這次 不管是防疫旅館 或是相關的 把病毒不管是唯獨於境外 或者能夠讓全民更瞭解 我們該如何在現在 這Omicron開始發酵的時代 尤其在面對春節之前 跨年之後 這段期間有沒有可能出現 新的一波疫情爆發 這都是我們的行政官員 應該要跟我們講清楚的重點 我們把宣鏡頭交換給棚內 今天請教訓 我們來看一下 情役能暫停 資院 資生 資格 資格 無 資格 資格 資格